皇家謙跟夏克莉 6日被爆出婚變後 就有網友說 怎麼上過路縱的夫妻都拜拜了 2013年《爸爸去哪兒》第一季 導演王月倫因出軌導致離婚 同期還有模特兒張亮 跟老婆是因為個性不合分開 比較知名的就是第三季 王寶強跟瑪蓉了 現在連夏克莉跟皇家謙都沒撐住 讓網友直說 這是什麼魔咒啊 光是爸爸去哪兒就離了四對 夏克莉2015年帶著女兒夏天 上爸爸去哪兒 夏天可愛不做作 加上兩夫妻互動搞笑 自然深受大家喜愛 兩人結婚16年幾乎沒有付評 她爆出就是要離婚 讓喜歡她們的粉絲不能接受 而新聞爆出後 好姐妹楊錦華被問到此事 透過經紀公司回應 跟家謙都有保持聯絡 也知道她的狀況 表送王家謙一直很堅定 但真的很不容易 非常心疼她 作為好友不便多說什麼 會在身邊陪伴 希望大家能給她多一點空間去處理 事實上黃家謙是楊錦華和老公Ben的媒人 當年楊錦華去登記 黃家謙也是證婚人 由此可見良人交情甚深 如今好姐妹傳出婚變 楊錦華發聲支持 也是最溫暖的陪伴 也是最溫暖的陪伴